秦刚被用药了结 石将军被处死 中共无法辟谣 习导致中国出现两个大倒退 催命第一枪打响 上海房地产巨头宣布违约 股价跌超90% 中非南海再起冲突 撞船远程升学装置都用上了 已经摧毁哈马斯500地道 戳破中共地道战士人化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日前有爆料说 中共前外长秦刚被注射药物而死 同时被处决的还有10个军队将军 面对外界的质疑 中共无法让秦刚露脸辟谣 就说明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12月9日 台湾资深评论家林宝华在新头科新闻撰文表示 自从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促势以后 一切事情都可以想象 只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是 没有中共不敢做的事 最近传出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死亡的消息 对此 林宝华认为 秦刚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因为中共要澄清非常容易 只要让他露个脸就可以辟谣了 就像习近平在清洗周永康和徐才后的那段时间里 也经常会让他们露脸 而且即使对秦刚秘密审讯 也可以公布他的照片 但秦刚现在迟迟不能露脸 就说明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旅美时兵人士林沐阳也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 他在8日接到知情人的爆料 说秦刚在天津武警总医院 被注射氢化钾死亡 傅小田被关进北京监狱 该知情人士的消息显示 秦刚受到中共国安的言行拷问 相关人员甚至还以秦刚和傅小田的私生子Erkin来威胁他 李沐阳说 也看到网上有一个相关消息 即秦刚在6月25日被带走双规以后 被中共关在北京西南华裔酒店 并对他进行言行逼供 消息说 秦刚一个白面书生 受不了言行拷打 不行了 王小洪把秦刚送进301医院的时候 秦刚早就不在人世了 据网络信息显示 北京西南华裔酒店和301医院很近 只有几分钟的车程 网上还有一份聊天截图的内容显示 秦刚可能是在7月14日下午被处死的 据秦 中共当局让秦刚自己选择如何了结 秦刚选择用药了结 表现症状就是脑梗死亡 而更惊人的一幕是 从这份聊天截图中可知 和秦刚同时被处决的还有10位军队将军 目前凡是间谍罪都要处以急刑 林沐阳指出 关于中共10个将军也因间谍罪被处决 和网友此前的爆料符合 该网友披露说 习近平对火箭军的泄密事件非常震怒 曾做98个字的严厉批示 网友的爆料中有一句 朱将校斩力绝 礼部尚书先后被中锋 这个礼部尚书就是指秦刚 中共党会习近平在过去10年期间 让中国经济出现两个大倒退 而目的近日对中国的信任评及调整为负面 被认为是打响了催命中共的第一枪 财经评论人郑旭光在经论坛节目中指出 在过去的10年里 习近平让中国出现两个显著的大倒退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是向市场经济发展 现在这两个倒退分别是 首先 中国的GDP增速从10%降到了6% 其次 评级机构对中国未来的经济预期跌降为4% 出现了50%的折损 郑旭光指出 习近平实际上是打着改革名义 走回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 习近平提出的放管服政策也在强化管控 导致中国经济火力下降 香港士兵人颜春沟撰文分析说 国际评级机构目的近日把中国的信用评级从稳定调降为负面 这相当于告诉全世界的投资者中国非酒居之地 中共国的经济没救是中共系统性的政策错误导致的 最根本的错误国策就是国进民退 中共用国营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复辟野心 在胡锦涛时代就开始了 到习近平掌权时期 全方位的向文革犯政治社会大倒退 严春沟认为重启经济火力的第一大阻力 就是中国的城乡早已经过度开发 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共各级官员为了征资源升官 挖空心思 巧立明目 把地方上能集资贪腐的项目都掏空了 第二个阻力是中共背负着房地产 地方债 失业率高升 国际关系紧张等包袱 更要命的是 所有的这些包袱都互相绑定 又互相拖累 牵一发而动全身 扶了东墙倒西墙 严春沟指出 目的等于是打响了催命中共的第一墙 目的这次登高一呼 把全世界都惊醒过来了 以后就是强倒众人推 实际上很多外国大厂商 早已经纷纷撤离中国 现在中共唯一的办法就是拖 不让房地产公司破产 让中共巨额的地方债减息延期 给战狼外交降温 但是这些措施都是换汤不换药 充其量就是给中共打强心计 苟延惨喘一些时日 严春沟指出 从习近平往下都没有人相信 中国经济还能有救了 日前上海房地产巨头保龙地产宣布违约 公司已经有1636亿元的总负债 股价较2021年的高点 也已跌超90% 今年10月到11月 也有多家中国上市房企 纷纷出现债务违约 包括老牌精细房企 北京洪昆尾业 上海房企 旭辉集团 和广东龙光集团等公司 而上海房地产巨头保龙地产 近日也宣布违约 保龙地产在公告中说 截至2025年4月 到期的1591.625万美元的票据利息 应付日期是今年的10月30号 宽限期是30天 但截至到11月29号 保龙地产仍不能支付这笔资金 构成了实质违约 保龙地产在公告中说 公司已经竭尽全力 但预计公司的流动现金 和银行存款 仍不能履行当前和日后的债务所需 保龙地产指出 这背后的原因 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已经进入了深度调整阶段 保龙地产的流动性 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从2022年1月1号 到该公布的日期为止 集团已经缠还了 总计61.2亿元的人民币 境外债务本金和利息 保龙地产表示 因集团现在面临的压力 应马上探讨当前 整体债务的全面解决方案 以确保保龙地产的可持续经营 并且维护所有持有者的利益 作为上海房地产巨头 保龙地产的收入 也随着房地产进入寒冬 而出现萎缩 据财报披露的数据显示 保龙地产在今年的上半年 录得的总收入 大约是122.99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了27.2% 而公司拥有人应占核心利益 大概是12.8亿元 同比下降了24.3% 截至今年上半年 保龙地产已经有了1636亿元的总负债 而保龙地产的总市值 更只剩下27.33亿港元 股价就2021年的高点已跌超90% 数字对比落差巨大 日前 中共和菲律宾船只连着两天发生冲突 中共不但撞击菲律宾船只 还有远程升雪装置攻击菲律宾船员 这样南海局势再度紧张 12月10日 中共与菲律宾船只在南海再次相撞 据菲律宾海警发言人表示 菲律宾补给船 正在向驻扎在人矮礁的菲律宾部队 运送包括食物在内的物资 这时 两艘中共海警船向菲律宾的护航船 和一艘较小的菲律宾补给船 喷射水炮 中共海警船还撞击菲律宾船只 导致其中一艘船的发动机严重损坏 但中共海警则声称 是菲律宾船只故意撞上中共的船只 菲律宾海警发言人 杰伊·塔里拉 在社交媒体X平台上发布相关视频说 中共海警是在散布虚假消息 菲律宾也在9日指控说 中共海警船为了阻止三艘公务船向菲律宾渔民运送物资 在南海黄银岛附近向这三艘菲律宾公务船发射高压水柱 导致其中一艘公务船的通信和导航设备严重受损 和中共海警船同时出现的疑似民兵船只 还有远程升血装置进行攻击 这样一些菲律宾船员暂时严重不适和丧失部分能力 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马利凯·卡尔森在X平台发文说 中共的侵略破坏了地区稳定 是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武士 以哈战事震撼 哈马斯地道似乎没发挥多大优势 纪与军在12月3日宣布已在加沙发现800多个地道竖井 其中有500个被摧毁 那么哈马斯地道在实际作战当中 为什么没能起到太大作用呢 对此 军事专家沈舟在大纪元撰文指出 华人对所谓的地道战的误解 主要和中共的红色电影《地道战》有关 但观众看到电影的地道场景 只是八一电影制片场场内布景 而现实生活当中有限地道早就毁了 剩下一些地道残骸更像是地下排水沟 中共拍摄的电影《地道战》 主要是以华北平原作为原型 华北平原的土质比较疏松 不适合挖地道 降雨量也要比中东袈裟要多得多 即使地道挖好了 只要雨水一冲地道就垮塌了 于当时1940年代的战事条件也很难做排水设施 据一些年轻时参加八楼军的老人和民兵回忆 所谓地道其实更多就是老百姓家里放红薯的地窖 有时也用来藏身 但这并不是用来打日本人的 如果中共游击队或是民兵赶在村里或村子附近修地道 日军和伪军就会逼着村民把地道口找出来 所以地道战可能有一个两个和日本人作战的实力 但是并不普遍 而且日军配有专业的机枪 步枪和迫击炮 但中共游击队或民兵只有很少的手枪 步枪和土制手榴弹以及地雷 缺乏大规模的进攻日军的战力 只能躲藏 日军主要是在炮楼和城里 中共军队不敢随便攻击 日军又会定期进行扫荡 而这时 中共的主力部队就急忙逃跑 只有减漏武器的游击队根本也没能力重创日军 只能赶快躲藏 沈州也指出 中共地道战的电影当中 把地道宣传绳能防水 防火 防堵器 还有六望孔 射击孔 陷阱和活动翻盘等 电影还显示 工军用墙壁 锅台 水井和土炕 做地道出入口的掩护 但看看有中共军方援助的哈马斯现代地道 大多也并不具备中共电影中吹嘘的这些设施 以色列士兵用海水灌进哈马斯地道时 一些哈马斯的恐怖分子狼狈地从地道里逃出来投降 也能看出哈马斯的地道并没有多强的排水设施 以军不断砸毁哈马斯 号称强大的地道 也把中共宣传了几十年的地道战神话给戳破了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